好在这边呢 我要讨论的是FORM 3 Chapter 3 然后什么Consumer Mathematics 然后Saving and Investment Credit and Debt 然后这个是Pen Asia的Practic Topical So 这些concept的东西讲解formula了 我这边就不讲解了 你可以去我的那个playlist那边找个影片 然后在这边还要我们Name the type of saving or investment for each of the playing situation So share a bought and sold immediately whereby 这个gain in obtain Ok through practice 他都讲是share了咯 所以这个就是share啦 Ok也就是那个saham啦 股调的意思啦 好然后在这边 The surplus money after daily expansion teacher So 这个多出来的钱 然后你多出来的话呢 那个就是saving啦 Ok存款啦 Ok存款的话呢 那个马来文叫做那个simpanan Ok Simpanan saving Simpanan Simpanan Result of that loss 这个share 这个share 也是saham啦 ok 然后an individual can withdraw his money at any time with a return check So 用check的情况之下呢 它是属于那一个 呃 它不是 那个普通的saving 也不是fixed deposit 然后它是current account ok current account ok 这个current account是能够开check的 ok ok so 这个呢 这个呢 是account 那个什么是 account 什么是 ok 在这边呢 呃 作业它提供给的那个答案 for c呢 是 那个 什么unit trust 信货基金 unit 然后trust 然后信货基金 啊 manna saham ok 可是在这一边 它 没有讲到是别人帮你管理的啊 它讲是股票 V吧了啊 so 通常unit trust的话它会讲unit trust 所以我觉得它提供了答案错了 ok 然后factor such as economic situation loc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quiring gain in capital so 其实 什么啊 这个是real estate啦 因为它关系到地点啦 ok 房地产啦 ok real 然后 estate 啊 然后 ok 哈 答 那 ok 呃 那个 作业提供的答案是property啦 但是我们课本里面 因为房地产它是serial estate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serial estate instead of property啦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边 a bank啊 它 投资了500块 在bank 然后它是simple interest rate 4% 所以我的r等于0.04 所以我的r等于0.04 这个是我的p 然后3年t等于3 ok 它要我们找它interest是多少 所以它叫我们找它的match value 就是说它结束之后它拿到的是多少 所以我的i等于prt 所以p是500 0.04 三年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500乘0.04 乘3的话呢 是60块 所以三年呢 它赚了60块 所以它的match value呢 是它的那500的本金再加上60块的那个利息 所以它是560 然后接着呢 它说juliana的simple interest 60 ok 它saving是这么多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是我的i 它的interest 这个是我的p 然后3%的话是r等于0.03 它现在是x个月 so我先找它的t先 so我们的i等于prt t in year啊 我们的t in years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60等于6000 乘0.03 乘t 所以t等于60 除 然后6000乘0.03 so我在计算机这边 我60除6000 再除0.03 ok 然后是三分之一 所以我的t是三分之一 12的情况之下呢 就三分之一 再乘以12个月 所以它是4个月 ok 所以我的x呢 是4个月 好 接着在这边呢 它说换3d呢 存了5000块 1加 进abc银行 进abc银行 compound interest compound interest compound interest的话 我的formula是mv等于p 1加r per m power nt so我的r是0.04 4% 0.04 然后2 year t等于2 compound once a month ok 每个月compound一次 所以一年compound12次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 它这一个是5000 1加0.04 除12 然后12乘以2 所以我在这边 我有5000 乘挂弧 1加分数 0.04 除12 然后power24 乘2乘2 24 所以这一个 它会是这么多 所以它 这一个是 rm 5415.71 ok 然后接着在这边 maryam存 投资了600块 在unitrust 然后它在522的时候卖掉 所以它亏了钱 ok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它 亏了多少 亏了 这个600 减522 所以我在这边 600 减522 它亏了78块 so 它的percentage of loss 的情况之下呢 会是等于78 本金600 然后再乘以100% 所以我直接78除6 所以我拿到的是13%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是亏了13% 他就是亏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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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然后终于给我找到一个练习 是亏钱的了 ok 其他的那些做课本的那些题目啊 练习啊都是赚钱的 没有一个亏了 终于给我找到亏了了 ok 好 so 这边这两题呢 我的答案跟后面的答案都不一样 可是我的答案跟学生的答案一样 这样 我相信我跟我学生的答案 然后我觉得是作业的答案错 好 接着 在这一边呢 它说NZ salary存了4500块 在一个financial institution compound interest ok compound interest的话是MV咯 1加R per m power NT ok so 这个是我的P 然后这个就R等于0.042 number of year amount become double 哇 他的account become double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的MV会变成两倍of 4500 也就会变成了9000哦 我要多久它才会变成9000呢 然后compound interest yearly 所以他的M是E ok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我的9000等于4500 1加0.042 per 1 然后 1 T OK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个9000除4500 我会拿到2 2等于1.042 T T OK 然后 这个题目呢 基本上呢 呃 我只能够说的是 它用的方法是一个一个去尝试 OK OK 所以我们也能够一个一个去尝试的话呢 就 我的这个T等于多少 这样 这个其实是有点 啊 什么的啦 就我在这边 我用Table 然后 1.042 OK 1.042 然后 然后 POWER X 然后 我呢 那一个X呢 我从1 到10 然后相隔一年 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要变成2的时候 10年都没有办法变成2倍耶 哦 有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刚刚的这一个1.042 我从10 到28 OK 然后我在这边我就可以看到 哦 它是在第16年跟17年 OK 17年的时候 所以我的T等于16的时候 OK 我直接用MV来看吧 MV 我这行我不要写 So 我的MV 没有 这行我留着 MV呢等于4500 1加0.042除1 然后 1乘16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的这个 我末一回 4500 乘挂弧 1加 0.042 然后 POWER16 OK 它拿到的是 这一个 86多 OK 然后 我的T等于17的时候 我的MV 就会变成了 这一个 16 改成17 而已 OK 然后 这样的情况呢 它就会 超过了 那个 9000 OK 然后 也就是2倍 可是 这一边呢 这一个东西呢 其实 我们可以用Fung4 Chapter4的MX的方法 Lock both sides 所以我的Lock two 等于T Lock 1.042 我的T 等于Lock two over Lock 1.042 所以 我在这一边 我这一个 这个 我用Fung2 Lock two Lock two Lock 1.042 然後 我拿到的是 16.8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 我拿到的是 Lock two 6.85 5,然后所以他要17,17年 OK,所以这一个是17年 所以考试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是不会的话 你一个一个去试 我看到刚刚那边试开始 我就心里想,我是不是应该要试来开始的 幸好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我直接用table 用table的情况之下 我知道哇,要到16,17的时候 他才会 OK,所以你会用table 第二个不会用table差别很大 好,接着在这边呢 他说Monday的时候NJYAM 存什么投资的这个在股票 第二天呢,他就把它全部卖掉 然后赚12% 哇,一天赚12% 哇,哇 太神奇了,赚12% 哦,一天赚12% 然后接下来他就觉得自己是股神 然后他就在半年里面把所有的身家亏完的那一种 OK,股票太多这样的那种例子的 OK OK,so,呃,12% 那种呢,投资了这么多在unit trust 然后每unit15块 OK,所以他的这个number of units呢 是15000除15 所以他其实是投资了1000unit 然后在1号的时候 OK,他1July的时候 他给2块钱 的dividend per unit 哇 15块的东西他给2块的dividend 15块的东西给2块钱的dividend的情况之下 他给几%?他给13%哦 哦,高耶 OK 然后 calculate the dividend that will be paid to her 所以他有1000个unit 每unit2块钱 所以他的答案是2000块 OK,就是这样 好,来 接着我们再来看 shipping存了1000块在这个银行 FD 一年6% 然后他6个月之后呢 他要拿出来 OK 然后他会有什么risk factor 然后他说 他会 他去跟那个 首先呢,我们要讲的是他 他在那个risk呢 他拿回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no interest pay 他的本金还可以拿出来 他的那1000块拿回还是那1000块的 只是他没有存够一年的情况之下 他就拿不到他的利息咯 OK 可是他在这边说 他跟那个银行的职业盘呢 他们给他compound4%一年 然后 一年两次 就是这样半个月一次 n等于2 ok 然后 他现在t是半年 r是0.04 然后 这个是他的p 所以 他在这边的时候 他会拿到多少钱 1加r per n power nt 所以他在这边 所以他在这边 他的1000块 1加 0.04 除2 然后2乘2分之1 所以他还是有算了一次的利息 所以我在这边有1000 他在这边乘挂弧1加0.04 0.04 然后 power1 2乘2分之1 是1 所以 放到半时他最后才拿到20块的利息 OK 所以是RM10 20 OK 当然如果他是放一年的情况之下 这样他一年compound一次 他这个其实跟普通的那个simple interest也是一样啦 60块啊 OK 他的那个利息从60块变20块啦 OK 好 so 在这边呢 他说 他的 这个 他 旁边的例子跟他的这个是一样的啦 他说 Risk for 这个 是他的 那个interest rate will be deducted啦 so 事实上是直接 正常的情况之下 普通人 的 后果呢 是直接 只能够拿回本金 完全没有利息的那种 我所知道的是这样的啦 呃 我不知道还可以跟银行的officer 谈了 然后他改成 啊 那一个 呃 别的利率和别的 这样根本都没有企业精神啦 嗯 嗯 我不知道 我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通常都是放满 或者是我直接没有放 好 来接着 在这一边 他说 Risk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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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erage Cost的情况之下,我这样直接给答案的话就K0J0了 但是我没有做,我都知道答案是3块4,3块半乘5000 再加3块3乘5000 然后分母的这一个部分呢,会是等于这一个5000加5000 5000加5000 所以我在这一边3块半乘5000 加3块3乘5000 然后我拿到的是34000 34000除1000 所以它的这一个等于RM3.40 OK,好,解决 好,接着在这一边它要我们solve这个problem So,它说Jet Puspa买的股票 然后它其实是unitrust OK,这个是它买的时候这样的价钱,卖的时候是这样的价钱赚了,都是赚了 然后它要我们找它的return So,我们在这一边呢,它的PP和QQ 然后它的那个number of那个,这个是4200除以0.28 这个是5000除以0.25 OK,4200除以0.28 所以是150unit 然后这个呢,是5000除以0.25 所以它这个是250unit 150unit其实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股票都是要以1000为单位的 OK,所以150乘0.32 所以我在这一边还有2万乘0.28 OK,好,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150乘0.32 那这个是48 150乘0.32 所以等下4200除0.28 4200除0.28是150 150 嗯? OK,0.28 我这边写错了 0.28 它这边还有多两个0 OK 然后这个是15000乘0.32 这个是4800 所以它的那个return value呢 我在这一边它的那个,啊,return OK OK 是4800减掉4200 所以是600块 所以600除以它的本金4200 再乘以100% 所以我在这一边6除42乘100 所以它这个是14.29% 14.29% 然后这个呢,是2000 乘0.28 然后是5600 所以我在这一边它的这个return呢 会是等于5600减掉5000 然后它是600元 然后600 over 5000 然后再乘以100% 赚的钱出本金 所以我在这边6除50 乘100 12% 所以这个是12% 这一边呢,它作业给的答案是14.83% 然后我写的是14.29% OK 它净位了 然后基本上呢 我们在SPM的时候啦 它数学跟MX呢 我们是4significant figure 4significant figure 当它没有讲到多少个小数位 多少个小数点的时候呢 我们都是写4significant figure OK 我一直都遵守这样的一种 规则啦 好,接着我们看3.2 credit and debt so credit and debt 这一边呢 那个concept我就不讲了 然后 你们看回我影片 so它说 young credit company呢 它的interest rate是18%一年 然后 它的credit卡 是1000块 然后 how much money charge if he fail to pay his credit in the duration specific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嗯 它的这个是 嗯 1000 乘以百分之18 乘以12 所以我在这一边 1000乘0.18 然后再乘 乘1.12 直接除12啦 所以它这个是rm15 rm15少过50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它要给的是rm50的那个利息 好 在这一边呢 时候呢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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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company啦 OK 然后 可是如果你credit card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是bank的情况之下啦 还有一个条例就是说你的那一个 呃 利息少过50的情况之下 它算50 ok 课本里面有讲啦 so 作业给的答案是15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50啦 好 接着在这一边呢 还有我们solve the falling into problem so nj 这个 这个 这个是例子来的哦 ok so 例子的这个我就不看了 so 我们看这一题 so 它说这个nj sajit 它有credit card 它的interest rate15%一年 然后 它有500的outstanding 然后它用了1000块 然后 late payment45 ok 然后 the minimum payment for card use if the minimum charge is 2% of the credit card ok so 呃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上个月还有1500 加上这个月1000块 ok 然后 它上个月有罚款45块 ok 所以它这个是1545 然后1545的百分之二呢 我在这一边1545乘0.02 然后它这个是30块9毛 RM30块9毛 好 在这一边呢 它这个它 它没有讲这个penalty是如果没有还给penalty 还是上个月incur的penalty 然后后面给的答案呢 是这个没有加下去 所以它这个就会变成了1500 所以它这个会变成1500的 这个呢 是30 好 接着它要找它的interest charge 15%嘛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15% 它在这一边500加1000 ok 就总共有1500 然后1500的15% 然后是一个月I等于prt嘛 所以1500乘0.15除12 所以它的利息呢 是18块7毛半 对吗 那一个作业提供的答案是6.25 我的心里想它会不会是500 然后 这样呢 so如果我的这个1500我改成是500的话 然后它就会变成6.25 ok 就是说它的这个500块它给利息而已 然后 so credit card的部分很乱 很乱 因为它跟课本的那个题目一模一样的话 这样才ok嘛 然后 可是它这个没有跟课本 它跟课本不一样 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credit card它还会有讲15 days 这样的东西 还是20 days 这样的东西 然后credit card它应该是以天为单位的 然后它的利息应该是在 那个15% 365 这样来成的 然后 它在这一边 它问它的total minimum payment会是等于多少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total minimum payment是2% 所以2%的total minimum的话 30块 so 它给的答案呢 是81块2毛半 ok so 我们在这一边 我就心里想我要怎样拿到那个81块2毛半 so 我的 1000块 ok 15块 的2%是30块 ok 然后 呃 它的那个penalty是6块2毛半 ok 然后 再加上45块 ok 30 30 加45 加6块2毛半 所以它就会变成81块2毛半 所以它就会变成81块2毛半 so 这一题我有所保留 我觉得这题不是一套一题好的题目 因为它跟课本不一样 它的算法也跟课本不一样 如果这一题如果真正给我算了 而且它题目也没有讲到很清楚 所以这题我们不要纠结 不要花太多时间 我觉得这题是一题不好的题目 然后这一题我觉得我们不要看这一题 好接着我们看14题 一辆车的cash value是55,000 然后它要给 这一个10,000 as deposit 什么这样高的正常是10% 然后它的money installment是855年 然后cash price and higher percent price 所以它的那个higher percent的那个价钱呢 是1万块再加上850 5年每年有12个月 所以我在这一边它1万块再加上这个850 乘5乘12 然后这个是5100 5100 所以它会变成6100 so它们相差多少 相差了61,000 减掉55,000 然后也就是6,000了 这样了 好 来接着在这一边 它说Sama呢 它的simple interest50块 然后它的p是这一个x个月 然后它的r是0.04 所以我在这一边i等于prt t等于i perpr 所以它是50 per5000 然后r是0.04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是50 除5000 再除0.04 所以拿到的是1.4 1.4年的话呢 它就1.4乘12 所以它是3个月 所以它答案是a 然后接着它在这一边 它说NJ Sami 投了4200的投资 然后它再卖给Texusis4500 然后它赚钱 它赚了多少% ok 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profit呢 会是等于4500 减掉4200 也就是300 然后它的那个perfect ROI 直接return of investment ROI呢 是300 over 它的本金 它的本金是4200啊 我们的分母是本金 所以我在这一边 它是4200 所以删除42乘100 所以它这一个呢 会是7.14% 所以这一个等于7.14% so这个是7.14% 然后阿命存了6000 这个是P 然后它的compound interest 所以我们用的是NV 然后P1加R per n power nt 然后我的R是0.048 然后它的那个变成1.5倍 1.5倍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6000乘以1.5 会变成9000 所以我的这个NV是9000 然后等于6000 然后1加0.048除1啊 它没有讲它算多少次的compound 我当作是1啊 1乘以t 所以这一边1.5等于1.048 好t 然后我在这一边 它的这个mode 然后我去用table 然后1.048 power x 然后我从1到20吧 ok 然后1.5的话呢 是在第9这一边 ok ok 所以它答案是9年 所以它这个答案是9 所以它这个答案是9 所以我的lock lock lawn1.5等于tlawn1.048 所以我的t等于lawn1.5 除lawn1.048 除lawn1.048 这个是from4mx的 so我在这一边mode1 然后lawn1.5 然后overlawn1.048 ok 所以我拿到的是8.648 8.648 8.648 然后也就是9年 好 接着我们看第四题 so nj drew 他有1000unit的share 然后4321000 他要找他的average是多少 所以我这个乘这个 ok 所以我的1.8 然后乘400 然后他会变成720 然后这个1.7乘300 他这个是510 然后1.6乘200 他这个是320 然后这个190 这些加上来是1000 share 所以我在这边7 2加5 1加3 2加19 然后这个是174 1740 所以他是1740 除1000的话是1块7毛4 所以他答案是c 1块7毛4 然后接着第五题 NZ3 他的credit card是780 5毛 然后他给不完 然后他的5%或者是50块 然后他需要给多少 所以780.50 OK 乘以5% 所以我在这一边780.5乘0.05 所以他这个是39块 39.025 少过50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所以我们要给50 所以他答案是c 50 然后第六题 其他的物质是400千 然后就10% OK 然后10年后会是多少钱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每年10% 你就心里想 他是compound interest的那一种 OK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我当他是P 然后他的R是0.1 然后他T是10年 N等于E 所以我的MV等于400千 然后1加0.1除E 然后E乘10 所以我在这一边是4万块乘1.1 POWER10 所以他拿到的是103749 103749 OK 103749 749.7 OK 3749.79 6984 6984 6984 所以他这个是103750 so我的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答案 好 这一题呢 我拿不到答案 我用I等于PRT so I等于PRT的情况之下呢 他是4000 000 然后0.1 然后10年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个是I等于PRT 也不对啊 4000 4000 乘0.1 乘10 然后他也是4万啊 所以他的那个A等于4万 再加4万 然后他会变成8万哦 呃 好 来 这个呢 他应该是9年了 OK 所以我刚刚的这个呢 1.1 power9 所以是94317 94317 所以他这个等于94317 OK 91318 OK 94318 OK 这样OK 好 好 所以这个答案 所以这个答案就 呃 这样 17 9 9 94317 94317 94317 好 OK 好 所以这个答案是这样 好 接着在第7题这一边 Engel Leong啊 他投资了这么多钱 然后 他卖掉五个每个是十六千 然后他剩下的 呃 是 啊 optain the amount of 4千 for the transaction Calculate the price per share for the second transact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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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这一个 呃 15000 然后除十的话呢 他这一个每个是15000 OK 然后 他 在这一边他每一个赚四千 OK 他每一个平均赚四 他全部赚四千啊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其实是 啊 总共赚四千的话呢 就是说 我的 啊 15 没有 16000 16000 乘以5 再加上X元乘以5 会是等于15400 就是说他这一个再加上4千 是他原本代理拿回的 所以我在这一边16乘5的话 这个是8万 8000 加5X等于15400 所以我的5X会是154-80 OK 然后呢 是7400 然后 除以5 所以我在这一边拿到的是14.8 14800 所以他答案是B 好 接着我在这一边第八题 所以 David呢 他存了这么多钱在银行 然后 FD5年 所以这个是P 然后这个是T 然后他的R呢 是0.06 然后 4年他要拿出来 来 来还他的物期 然后 他的是3% R等于0.03 OK Difference in interest received to the RM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他如果3年5%的话呢 我的这个MV 会是1000 1加0.06 和1 然后3年 所以我在这一边是1000 乘1.06 POWER3 所以他拿到的是 啊 这一个11910 11910 然后 我第二个情况之下 他现在会变成了3% 然后乘以3的情况之下呢 这样我的这个呢 就会变成了 这一个啊 POWER1.03 OK 他是1.03 所以他是10927 10927 所以他相差的多少 1011910-10927 所以我在这一边是1910-10927 所以他是983 所以是983 呃 不对 so没有这个答案 所以他在这一边 他他是5年 他就5 OK 所以他在这一个呢 是POWER5 所以他是13382 13382 13382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1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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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927 所以他就33382 所以他就33382 减927 现在拿到的是255 255 255 也不对 所以他就3382-0927 所以他就338二 所以他拿到的是255 255 也不对 so我刚刚的这个如果我是11910的话 然后我这个i等于prt i等于prt是100000乘以0.03乘以3年 所以我在这边1000乘0.03乘3 这个是900 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我的相差呢是11910减 这个是1000 这个的利息是减掉9500 ok 所以它是1010 这一题没有答案 ok pay his housing loan simple interest rate difference in 这一个如果我刚刚这个是5年的话是3382 3382减掉9 也是2482 没有这个答案 所以这一题我不清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一题我有所保留 好在这一边呢我看错了 他其实是4年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应该是方式 所以他这一个是 power4 所以他是12624 12625 12625 12625 然后这个是4年 然后这个是4年 所以我在这一边他的这个呢是1万 然后1万乘0.03再乘4 所以是1200 所以是1200 所以这个是1200 所以在这个呢 他这个 再减掉1200 所以他这个是12625 减掉1000 再减掉1200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个是2625 1万乘425 减掉1200 减掉1200 所以他这个是1425 也不对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在想他可能算5年的 会是等于多少 ok 5年的会是等于多少 所以我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1.04 power5的时候 是1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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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所以是3382 减掉1200 所以是2182 2182 所以他答案是C 好 我在想他是不是说我的这一个 他是用 五年的来算 所以是1500 所以他的这一个 3382 减掉1500 他会变成1882 也不对 ok 6% 然后这个是 simple interest 一年3% 他拿到1200 difference ok so 这一题我也不确定 ok 这题我们存移 好 来我们看suggetive的这一个 artica 存的 投资了这么多钱 这个是P 他的R是0.08 然后两年 阿民的P 一样 然后可是他的R是0.075 然后P 4 N等于4 T等于2 so 他要找 interest just received by them 然后随 投资得到比较多 so i等于PRT的时候 所以是4000 乘以0.08 再乘以2 所以我在这一边 4000 乘0.08 乘2 所以是640 所以这个是640 这个是artica的 然后 and mean的情况之下 是 啊 就 一年给4次 所以 他的compound interest 所以 mv等于 4000 然后 1加0.075 除4次 然后 4乘2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4000 乘 挂弧 1加 0.075 除4 然后 power ok 除4 然后 power 428 ok 所以 这一个 他会变成 46 40 89 所以 他的那个 interest 呢 会是等于 46 40 89 减掉 4000 所以是 rm 640 89 ok 然后 谁的 interest 比较高 so armin interest is higher 然后 然后 接着 在这一边 marcus 借了这么多钱 然后 这个 是p 然后 他要在三年里面还完 p等于3 compound interest 5% r等于0.05 然后 money instormant need to bid by marcus 所以 他在这一边 他没有讲他compound多少次 我就直接 assume n等于1 so nv等于12000 1加0.05 除1 然后 1乘 3 所以 我在这一边 12000 乘 1.05 然后 power 3 所以拿到的是这么多 ok 所以他年本代替要给这么多 所以他的那个money installment呢 会是13891.5 3年 每年有12个月 所以 这个除3再除12 所以他拿到的是385 ok 385块 化毛器 所以这一个是等于rm 然后385.875 ok per annum ok 所以 这个start a business compound interest 5%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是12000 然后 5% 1.05 然后power 3 是这么多 所以这个除3年 再除12 ok 他拿到的会是等于385.875 所以这个等于385.875 ok 作业给的答案呢 是383.33 ok 所以我觉得作业的答案错了了 NJF呢 他有一个credit card 然后存欠了这么多钱 然后他的利息是0.016 然后他的利息是0.016 一个月 然后他的interest会是等于8500.45 所以他答案是136块 RM136 然后点01 然后在这一边 他transfer to his second credit card 0.8% per month amount he can save by transferring the outstanding billing balance to 这一个 所以这一个800.45 他现在要变成0.8% 其实是相差0.8%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是0.8% so 0.8 所以在这一边 0.08% 所以这一个是 啊 68块 RM68 所以他能够省多少呢 so他省了 原本就 原本要给136.01 136.01 136.01 减掉68 所以我在这一边 136.01 减68 所以他会变成68.01 RM68.01 RM68.01 就是这样 so这一边 我把Pen Asia的Practic Topical 啊 讨论完了